交集的眼神 难过的职场妈妈 倒出生活的苦恼 不少女性为了生活 得在事业和家庭之间 做出平衡 如果孩子生病或是需要照顾 更显示出职场妈妈 两头烧的难处 因为哥哥在去年的时候 就去念幼稚园 那他念幼稚园之后 我就把小 因为小的比较健康 现在给保姆带 然后我自己现在就去找了一份 就是行政职的工作 因为还是下午点的时候 然后要去接哥哥 就是侠客 那我就是希望 就是我的工作 不会影响到小孩这样 根据求职网站调查发现 有高达八成的职场妈妈 是为了分担佳绩外出工作 而蜡烛两头烧的结果 使得和小孩相处的时间变少 也让七成四的职场妈妈 觉得会有罪恶感 更多人曾考虑换工作 或是转当全职母亲 其实从官方数字加总起来 现在台湾大概有 遇过274万的一个职场妈妈 但其中的主要有八成 还是因为要负担佳绩的一个关系 所以投入职场 成为职场妈妈 除了分担佳绩因素外 不少人也有经济自主 和不祥与社会脱节等原因 但职场妈妈最辛苦的地方 是下班后还得继续做家事 一整年当中 并没有真正休息的地方 在母亲节的前夕 看到这些让现代职业妇女 有苦难言的原因 不禁让人感叹 母亲真伟大 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张云飞采访报导